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67公斤旗 吴嘉楠对卡诺乌 77公斤旗 维高杰对哈基姆·马梅尼 67公斤旗 楚汉对胡安·哈贝尔 69公斤旗 谢雷对吴若帕 乌龙峰 精彩继续 展现中国力量弘扬民族精神 传播中华文化 观众朋友大家好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WIF舞力风环球拳王争霸赛 呈现一场58公斤级的超级战 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 今年31岁 身高1米66 当前的战绩是十胜两负 我们掌声欢迎来自美国的 亚当·罗特维勒 好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场比赛呢是一场中美对抗赛58公斤级的较量 中国选手薛神阵对这美国的亚当·罗特维勒 这场比赛是一个小级别 薛神阵在这个级别里的爆发力还是不错的 亚当的臂展非常长 是 1米77的臂展 薛神阵只有1米61 但是亚当的身高才是1米66 对 对薛神阵来说就没有太多的选择 手要就必须要塞进去了 是 哦 这踢太低了 这样的话亚当有最多5分钟的时间休息 刚才这个的确是转身腿法啊 在一瞬间是看不见对手 是 但是踢的有点低了 薛神阵的这身高呢比对手低 所以上来之后呢 薛神阵的打法呢是很明确的 就是高速的推进 然后呢在近距离 然后呢实以自己的打击 加上臂展要比较短啊 是 那肯定只有往里冲这一个办法 小组年龄差还挺多的 9岁呢 薛神阵97年 而亚当的86年 我又有点低 要小心啊这个动作 我们看两个人的这个 这个身材 身高不说啊 这个腿的长度 这个对方也是比薛神阵长得多 也是大长腿 嗯 所以薛神阵转身后登的那个位置 其实是同等身高的腹部 对 哦 薛神阵这个功能很猛啊 战斧啊 这个亚当的这个边角一半的两个人 对 对 而且那这音量分别也很大 对 两个人啊 这个 目前看啊 这个亚当的边角啊 这两个人 一个负责鼓舞士气 一个负责战术指导 没错 决策分工非常明确 一个负责发声祭典 一个负责发声祭典 薛神阵的这个爆发力非常不错 但是没有继续持久推进的这个想法 上来这进攻起来了 放能起来 后头呢 这实际的效果啊 收获的并不像这个 他刚开始进攻的时候 感觉的那么 是那么火爆 是 大家看这回合的回放 薛神阵这刚才有一个 这转身的这个腿部的 这点打到 这回上来 这后薛神阵有几次这个连续的进攻啊 效果还是很好 但是就是刚才严谋老师说的 这个后续没有 第二回合比赛开始了 薛神阵第一位的打斧拳 这个特色还是很明显啊 干脆 可能因为自己的这个身高不是很高啊 这个打斧拳反而做得更好 哦 连续的打斧 看能不能继续持续 啊 确实实实际这个问题啊 就没有再扩大优势的这个能力啊 刚才这个状态场面其实已经很好了 不过我们看他的这个对手啊 亚当 又是维勒 出动了手 对在进攻上也并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没有特别明显的优势 那么长的臂展 对 轮不到 但薛神阵又没有这个 进一步扩大优势的这个能力 这场比赛变成两个人最好 这场比赛变成两个人最好 他呢这个在主动进攻上也没有好的方法 没有特别明显的优势 等着薛神阵打 薛神阵打进去之后呢 有优势呢 但是又扩大不了 是 这很长一段时间 两个人的对号还是挺明显 我们发现薛神阵有一个什么问题啊 他这个发力启动很快 对 但是他在击出目标以后 他没有再往里渗 是 所以他这个拳的杀伤力就不是那么高 哇 这下跳的可是太高了 可是这下跳西真的气到了脸啊 我两次 亚当两次的飞西的命中率不错啊 这会儿两个人啊 这个进攻啊都是没什么效率了 这个衰竭的有点快 继续 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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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进入第三回合 好第三回合 我们看压根上来之后 进攻的状态比刚才有 稍微有提升 这是两位 看起来非常强悍的边角 一看就是自带音箱的那种 好 现在亚当在慢慢的把这个局面找回来 如果他能向他边角说的 用出来 我相信对薛神阵威胁更大 薛神阵连续的是打斧 对方 对方 现在对方想压着这个宣阵打 但是压 走进了之后呢 也并没有这个进攻的明显的动作 这是一个闹 正在闹别扭的美国选手 就是你边角让我做什么我就不做什么 我很仔细听了他边角让他做的动作 他几乎没有做一件边角要求的 因为很叛逆的 他的边角要求他 近身做西法 近身做高位的扫踢 所以不要出中段的扫踢和后制拳 这哥们儿 无一例外地执行了对方的对立面 现在的两边的边角的较量比场上的激烈多了 这拳打到了 这会儿亚当的进攻的民众率还高很多 这会儿亚当的进攻的民众率还高很多 防守相对也严密 最后十秒钟 美国队的选手的拳法都不错 是 巧夕 好 结果 1号裁判 2号裁判 28比29 3号裁判 28比29 比赛结果 4号裁判 5号裁判 4号裁判 2号裁判 3号裁判 战场148战113胜31次KO对手 轮皮尼全场147棒排名第一 WBC泰拳世界排名第一 WMC泰拳世界排名第一 Glory2016年世界冠军 他是举世公愿的巅峰王者 他是无可争议的世界第一 一轮王者挑战赛 西提菜大战哈桑拓一 7月1日河南地势台8号演播厅 现场直播 咨询热线0371606个1 谢谢天 武林峰武术万里行栏目组 携手爱心企业 来到距离长沙市15公里外的 武术特色学校蓝天小学 为这里的孩子们 带来了助学资金30万元 当企业做大做强以后 一定要存在着一种社会的责任 那么我们在天心去的话 我们找到我们对口资源的蓝天小学 那今天来到我们的学校的话 其实我们想把更多的爱心 帮到更多的孩子 能够助教助学 孩子是国家的希望 是未来的希望 所以在这方面的话 我们会贡献我们 更大的力量 今天这个武林峰校园行 走进校园的这个活动 爱心企业的捐赠 让我们感受到 这个企业的责任 感受到这个武林峰啊 对弘扬传统文化的热忱 所以我们要感恩他们 感恩每一个关注我们成长的 这些爱心企业的叔叔阿姨们 感恩于我们传统武术啊 走入我们蓝天校园的 武林峰的媒体 叔叔阿姨们 虽然快毕业了 但是这30万 也可以为我的学弟学妹们 提供更好的学习设备 谢谢你们 然后也经常希望他们 来我们蓝天小学 希望武林峰的叔叔阿姨 经常来蓝天学校 孩子们真挚的话语 天真的笑容 是武林峰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的最大动力 稍后登场的是 67公斤级 吴嘉楠对卡诺姆 武林峰精彩继续 展现中国力量 弘扬民族精神 传播中华文化 观众朋友大家好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WF武林峰环球拳王争霸赛 进入我们的67公斤级的超级站 即将登场的蓝方选手呢 来自搏击王国荷兰 荷兰的这个国家呢 非常的有意思 国土面积并不大 但是在17世纪的时候 却是全世界最强的海上霸主 被誉为是海上马车夫啊 如今荷兰的像郁金香 足球 当然还有搏击都享誉世界 即将登场的这位选手 和中国的电视观众 相识时间并不是特别长 就是因为接连取得的胜利 让他更加坚定了 自由搏击的这条道路 这位选手呢 今天23岁身高1米77 当前的战绩13胜5负 一次KO对手 我们掌声欢迎来自荷兰的 卡诺姆 MING PAO 即将登场的红方选手 今年22岁 身高1米75 当前的战绩是5胜3负 掌声送给来自中国的铁拳 吴家南 本来的战绩是5胜3负 场上裁判李锐 比赛现在开始 OK 来自河南的 荷兰的卡诺姆 好 我们现在看这场比赛 吴嘉南来自顺远的一位选手 外号是铁拳 应该是一位新的选手 95年的小将 这个背后的纹身很漂亮 钟葵 后手 吴嘉南是一个典型的重击型的选手 是 连续的中了两三拳 但是吴嘉南在此之前给了对方两拳 是 是 吴嘉南这个发型 让我想起来当年的鹰幕 这个卡诺姆是来自荷兰KILLER的选手 杀手俱乐部的选手 后手 打发很快 但这个人的中间率并不高 对 十三胜里面只有一次KO 是 卡诺姆虽然满脸肉菜胡子看起来很沧桑 但其实也是94年 也很年轻 这个身高上两个人 卡诺姆要高一些 而吴嘉南的这个维度要大一些 是 我们看这个 卡诺姆特别是欧式泰拳的选手 在这个防对方低扫砍的这个方面 有一部分选手是不太擅长的 他们更希望把这个对攻 分片成好几个技术 而不是把所有的力量放在这个低扫腿上 我们看这个卡诺姆的这个 腿的腿围并不是很粗 但是进攻很犀利 属于速度型的选手 是 吴嘉南不妨去试试砍砍对方的腿 因为现在上来之后呢 我们看这个对手 对有点被动啊 不太适应卡诺姆这种 明显速度不一个节奏 是 吴嘉南的抱架抱的比较死啊 对方的扫踢没有什么效果 这下轮空了 继续 重新投入比赛 卡路姆呢依然是保持的这个快速进攻的状态 没错 利用自己的身高必长 同时呢这个又速度特别快的一个状态 现在是把这个吴嘉南给压制了 看第一回合的慢性回放 这场第一回合呢 吴嘉南应该是输掉了第一局 两个人的这个进攻素质 包括速度都不在一个起点上 这场是有点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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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乌鸦男要打二次反击 又一次 又一次 对方在这前后 不过我们看这个卡诺摩 是一个在场上非常快 并且执行教练指导非常果决的 是 这个顶期 他的边角的喊声 虽然有些内容我们听不太懂 但是和他场上的节奏其实是一致的 对 吴迦南赶紧离开 现在在升队非常很背中 不能站在那当靶子 吴迦南在这个擂台上的表现力也很好 对 自己很凶 这个应该是很多观众特别喜欢看到的一类型的选手 快 蒙 准 狠 吴迦南的状态 还被打下来了 刚才的那一段状态非常的好 是 准确度很高 可能也是太消耗体能和精神力了 注意力 吴迦南要小心啊 一直被对方这么压制的话 对 非常危险 是 对方的这个攻击力还是不错的 大副打头 扫踢 两个人正反架 吴迦南要打多出一些后手嘛 然后选择一下自己的脚步路线 打到了这个下巴和喉咙的部分 这个很危险 比手 吴迦南 吴迦南确实要多加强一点移动啊 这样的话一直站在这给对方这个很好的这个定点输出的机会啊 对方变价了 对方变价了 后手 又一个后手 又一个 顶锡 顶锡 再一次 再一次顶锡 吴迦南 吴迦南 我估计 五秒了 可能要弃拳了 是 不知道能不能坚持啊 不想 如果要是不打了 扔白帽子了 是 这场比赛确实吴迦南坚持的非常坚果 比较明显 是 卡诺普确实是一个比较全面的选手 看在刚才这轮对攻中呢 卡诺普输出了很多啊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 比赛进行到第二 蓝方 TKO对手 比赛结果 蓝方胜 卡诺普 有请WIF世界国际理事会副主席王永昂先生 为何胜方 颁奖 祝贺阿东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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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愿的巅峰王者 他是无可争议的世界第一 伊荣王者挑战赛 西提菜大战哈桑拓一 7月1日 河南电视台8号演播宾 现场直播 咨询热线037160621 稍后登场的是 77公斤旗 维高杰对哈基姆马梅尼 69公斤旗 谢雷对捕若帕 武林峰精彩继续 观众们大家好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WL50环球拳王争霸三 接下来为您呈现的是 一场77公斤级的超级战 这场超级战在中德双方展开 首先为您请出的是 蓝方选手 今年22岁身高1米85战绩 21胜4负8次KO对手 我们掌声欢迎来自德国的 哈基姆 MAMINI 嘿嘿嘿 即将登场的红方选手 从9岁开始习练传统武术 这么多年来 他只琢磨一件事 就是怎么样 把传统武术的技法 融入到现代搏击当中 这位选手呢 今年26岁升高一名83 来自格斗勇士搏击俱乐部 战绩16胜5负 掌声欢迎来自中国的 维高剑 26岁 26岁 60 wins by losing the final Beatbelt 不要抵抗 不要抵抗 好 好 各位观众朋友 您现在看到这场比赛 是一场77公斤级的超级战 来自中国的韦高杰 对阵来自德国的选手 哈吉姆·马梅尼 相信韦高杰这一身火焰一出来 观众朋友们就唤醒了对他的印象 是 韦高杰可以说是个年轻的老将 91年的选手 不过也打了很多比赛 16胜5负 本次来代表的是格斗勇士 也是中华英雄王洪翔俱乐部 韦高杰整个的着装 给我们感觉很有特色 也是看出来是一个非常有激情的 冲击力很强的一个选手 没错 他的对手是来自德国的哈吉姆·马梅尼 这位选手是21胜4负 其中有8次KO对方 也有30%左右的KO率 那么 这位选手在我们之前看到的资料里面 属于这种稳扎文大的选手 在拳法上应该更倾向于一个拳法型的选手 对 两位选手从资料上看的在身高上差不多 但是从电视屏幕上来看 觉得好像比较高一些 非常重 哈吉姆的刚才那一拳啊 哦 又一拳 前一手 而德国呢 这样的一个国家呢 他对这个体育运动没有这种特别提 哦 漂亮 尾高杰的这一下是违规了 双手孤颈 只取单手孤颈的拍戏 前后手 现在的哈吉姆重拳的攻击啊 整个的形式还是非常好的 这个选手就是看能不能持续的 对 出现这样的进攻啊 因为这样力量如果一直发足的话 他可能体能会受影响 尾高杰的这个打法还是这种硬桥硬马的感觉啊 对 连续的这个扫踢 这种连续的扫踢呢 如果持续时间长的话 对对手呢 会有一个积累的伤害 不过马梅妮 我感觉在这个爆发力上 比尾高杰的发力更顺畅 哦 前手平勾 刚才是利用了一个时间差 对 右手抡出去 尾高杰的左手平勾 直接给了对手一堵秒 这个如果说刚才那一下您眨眼的话呢 这快的可能都有一点看不见了 没关系不想给对方机会 对 直接挤到成鸟的地方 直接扯出来了 打出来 哦 作为拳手这个拳法比较好的选手 这个腿法看来就是没那么好 连续的这个草踢对对手的印象还是很大的 看来这个哈吉姆确实正如颜波老师所说的 这个连续的重拳输出之后呢 这个血淘下的对对 因为他哪一拳都是比较实的 对 这样的话到第二回合应该是尾高杰的反击的 很好的一个机会 应该说呢 更多的机会 如果说再继续有一点时间的话呢 这个尾高杰的在场上优势可能会更大 在上场的时候我们看到尾高杰可能打法有点硬 是 这个贯穿力量不够渗透 但是我们看就这一拳 哦 就刚才那一下啊 就这一拳 哦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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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身的后登 但是 马绵尼依然是这个不容小觑的一个选手 维高杰也比较谨慎 是 呃 中间的这个经过调整之后呢 我们相信哈吉姆呢 这个在整个的这个体能上也会有所恢复 嗯 状态上也会有所调整 维高杰还是要小心的 是 是 又是同一个动作 后销塞进去了 维高杰现在是已经找到了这个在场上打开局面的这个妙招啊 嗯 而且这种的硬桥硬马的打法呢 其实在我们这种视觉上啊冲击力非常好看啊 非常好看 对 维高杰也是练习这个传统武术出身的这个选手 像我们这个传统武术里面的这个红拳啊 嗯 这样都是有硬桥硬马的很多 哇 维高杰的这个前手啊 还是路线比变化比较多 对 让对方挺忌惮的 而且呢维高杰呢 现在这个 不管是拳还是腿 嗯 整个进攻 哦 加上对手的这个重心稍微没站稳 漂亮 连续的起刀 随点打脖 低扫 这个轮板轮的太散了 维高杰的这个打底下的看效果不好就撤出来了 很谨慎 是 不太冒进 对 维高杰的这个 散打式的这个打法还是比较明显 对 这个 在移动中找机会 而且在第一回合上来刚开始的时候 哈吉姆马维尼的这个有这么一轮这个强势气 强势的重拳进攻 但是现在呢随着体能的下降 包括这个维高杰的这个进攻的这个效果不断的在这个给施加压力 现在呢哈吉姆马维尼的整个这个进攻的势头这个状态这个劲儿好像已经卸下来了 卸了 总打不到 是 其实我们看到维高杰的这个优势在于中距离 是 他在近距离的时候没有看到太多的动作 而这个哈吉姆马维尼本人更擅长了中距离和中近距离 嗯 不如去把距离拉进去 赌一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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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高杰依然是掌控着这个比赛的局面 虽然第二回合的这个重击数并不是那么多 是 呃这回合呢应该说呢尾高杰 而他的对手呢 这回合呢有一点这个被打收了 有点紧了 啊如果在这样的状态下去的话 可能 呃哈吉姆马维尼是拿不下这场比赛 是呃 目前看这两个回合应该说呢 呃尾高杰都是能够拿下比赛 起码在这个攻击性上 是 好现在呢第三回合开始了 前刺 哦 维高杰打了个时间差 是 维高杰很擅长打这种时间差 对 马维尼高他的这个这组进攻还是不错的 对很完整 呃 哈吉姆马维尼呢在进攻的时候呢全重 但是呢整个出拳的过程和路线比较长 这个呢就给了维高杰很好的一个机会 哦 这次是马维尼拿了个内线啊 又双手鼓紧了 小心啊 这个要注意啊 哎 这个如果说这个习惯呢多次出现的话呢 裁判可能会警告 嗯 嗯 哦 是 哦 高位的扫帖 相对来说维高杰的技法更全面 是 更完整 呃 我到底该怎么办啊 好像打不该局面 而维高杰呢这个现在的这个全腿联动 在场上整个的效果呢是非常好的 马维尼的左腿的后侧和外侧已经被踢中 对 已经出现了血印 这个从第一局第一回合开始呢 就是连续不断的这种低扫 呃这个持续的这种伤害到第三回合呢一定是出效果 是 前嫂踢到了当步啊 啊 并没有叫停 哦 后手 上钩平钩 小泉 嗯 在这样的一个局面里呢 维高杰已经能全身把控住了 是 只要保证呢这样的这个局面 不放松 基本上是可以拿下 嗯 而且呢这个 对于两位先生来说呢 此刻呢 一些消耗的体能也都非常大了 那两位呢 都是这个不断的在调整的大口呼吸 维高杰是选择了对方的这个强势手 也就是随时要跟对方打对攻这样的一个方式 对 披挂腿 这样的一场比赛应该是维高杰拿下 不断的 二十九比二十七 三号裁判 二十九比二十七 比赛结果 红放上 有请 有的瑞泽集团 东北市长总监 多英武 有的瑞泽集团 广西市长总监 陈玉玲 为 过程帮奔奖 西提猜 来自泰国二十六岁 身高一米七四 职业生产 一百四十八战 一百一十三胜 三十一次KO对手 鲁皮尼全场一百四十七棒排名第一 WPC泰拳世界排名第一 WMC泰拳世界排名第一 Glory二零一六年世界冠军 他是举世公愿的巅峰王者 他是无可争议的世界第一 一种王者挑战赛 西提猜 大战哈桑拓一 7月1日 河南地势台八号演播厅 现场直播 咨询热线 037160621 稍后登场的是 六十七公斤级 楚汉对胡安哈维尔 六十九公斤级 谢雷对五若帕 武林峰精彩继续 展现中国力量 弘扬民族精神传播中华文化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WF武林峰环球拳王争霸赛 武林峰是一场六十七公斤级的超级战 我们首先为您请出的是 蓝方选手 一位来自搏击王国荷兰的老将 今年33岁 身高1米75 战绩45胜十负 掌声有请来自荷兰的 胡安 阿威儿 我来自荷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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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自中国的 楚汉 我来自荷兰的 ачills 楚汉队阵来自荷兰的胡安哈维尔 胡安哈维尔也来过武林峰的比赛 我们观众应该对他这个面相和他这个花壁很熟悉 这位选手是一个来自荷兰的选手 但是以拳法擅长的一位选手 两位选手年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胡安哈维尔他84年 楚汉是一名小匠的刚刚是96年的一个选手 楚汉虽然年轻 但已经是全国武术锦标赛的第三 而且是山东省三大锦标冠军赛 已经蝉联了连续三年的冠军了 楚汉目前的战绩是14胜5负 而他的对手是45胜10负 而且楚汉14胜5负的战绩大不逆 那么在明辉俱乐部训练以后 楚汉现在是认为自己准备好了 而且为了打这场比赛 他认为受到了特别严重视 也是做了大量的准备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反响 明辉的选手大部分都是散打出身 神东队广东队这样的选手 他的重击能力是不错的 准确度也还好 就是在体能分配 以及打击的连续密度上 一直是明辉要提高的一个部分 不过明辉似乎跟新武创新 另一个散打自由搏击化的团队 在探索路子上完全分开了 明辉是无限的强调自己的重击 就是重打重击的能力 而本次的楚汉也是提高了 自己在七法上的运用 这个在之前可能散打方面用的比较少 现在的楚汉这个进攻的势头倒是非常的猛烈 没错 但是对手防的还比较稳 目前还没有占到太多的便宜 我们看楚汉的后值前摆 是给自己带来了很多的后值前摆 这个后手加前手的方式 可以有效的提高自己短臂展的选手 如果后手能打到 前手一定是可以的 而且在这场比赛中 楚汉的臂展还是占优势的 两个人打得差不多 楚汉的后手 看一下比赛的办法 这是一上来 胡安哈维尔刚才的后手拳 楚汉马上选择了后值前摆 这样的方式 就把自己步法上可能推不开 对方的这样的方式拉进来 现在第二回合的比赛开始了 哈维尔明显是增加了自己的打击密度 是 他希望在第二回合能拿到一个局点了 因为作为两位选手 从年龄差距上来看的 再往后面的话 这个汉哈维尔体能上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所以说这回合来说 对于他来就非常关键 刚才楚汉的侧踹腿 不过我个人还觉得 楚汉是在慢慢转型自由搏击的过程中 他的散打习惯可能会影响到 他第三回的体能分配 所以第二回合谁能拿到优势 可能就会压制住对方的这个体能 是 其实我们刚才也说到了 楚汉这个臂展是有优势的 楚汉升高1米75 但是他臂展也达到了1米75 没错 这在东亚人里边已经非常少了 是 他的对手的臂展是 仅仅有1米63 所以说楚汉在这个臂展上 距离上还是有优势的 是 不过我们看到了胡安哈维尔已经多次 他擅长的就是这个近身以后的 今天也就是非常老到 不断的用各种的这个小动作 小情绪 然后影响对手 影响裁判 没错 打斧 这一段时间段 我们就看到胡安哈维尔的 这个对于楚汉的进攻 还是有这样一个受到影响了 没错 长城裁判军操万老师是警告 这个哈维尔要听我的口令 说停我就要停 是 一个四拳踩进去了 哦 楚汉的后直 刚才还哈维尔也塞进去了自己的前手 又塞进去一个 我们看哈维尔的拳很直 嗯 楚汉相对来说更希望打弧线 那这样的话在速度上就慢了 哇 换了一拳 没打到 打到手套上了 哈维尔现在是想 用自己的这个经验来掌控楚汉啊 楚汉不要理他 是 只要裁判不说停 不要管他的这个反应 所以说呢 这个对于选手来说呢 在场上 两个人这个面对面的时候的这个心理 有微妙的变化 可能会就影响到整个比赛的 这个整场的走势 对 呃 对于楚汉来说呢 如果说这样的状态下 如果一旦出现急躁 或者被对手影响 有可能就中了招了 楚汉已经大概出了五六拳 都被对方用右侧摇闪躲 是 这样的话哈维尔又找到一个自己的阵地了 慢慢的把这个局面掌回来了 其实刚才楚汉如果不顾及有效率 我就打这种连击 对 哈维尔是没有太多的方式来应对的 哦 那其实在这样的一场比赛里边 我们也看到了这个 呃明显的在场控上控制不住局面的情况下 马上用自己的小动作小语言来控制对方 这一波当中呢 其实表现的也是比较冷静的 并没有像很多年纪选手一样上来之后呢 打得有点毛躁 是 是 我看在第二回合双方差距并不大 双方差距并不大 这样的话就把哈维尔用功的这样意图打断了 第三回合我们看一下楚汉的和哈维尔的这个体力分配 哈维尔抢了很多个前手啊 是 楚汉要小心 楚汉呢还是保持着自己的这个高密度的这种强攻 但是哈维尔呢在这回合当中呢更多的是用巧劲 是 我看楚汉大多数的拳都打在对方的防御手工 漂亮 哦 勾拳接顶西 是 呃刚才这个回合确实我们看出来哈维尔在场上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机会的把握能力是非常强的 哦后手拳又塞到了顶西 是 呃能很好地找到楚汉的进攻的这个空档 没错 然后让自己呃出手 第三回合哈维尔像变了个人一样 瞬间加快了自己的这个进攻频率 因为在前两回合当中呢 可能自己也意识到这个并没有占到很多的便宜 我们看又躲过了 对 哈维尔的上身的上半身的摇臂动作做的是比较好的 这这一招在上半身当中的多次躲过了这个楚汉的进攻 是 哈维尔刚才被警告了 是 不仅不允许 双方换一拳 是允许用 但不会被给分 是 呃 在比赛当中 换拳 刚才这样的情况出现 一般都会让现场的观众非常的激动 我们的这个散打基因还是这个 是 很多观众都喜欢的 这戒铁摔 好 楚汉刚才做了一个内交叉 右手先打中对方 哦 哈维尔后手前手急中 哦 到了第三回合当中 我们确实看到哈维尔作为一个这个 呃 经验相对丰富的老将 是 现出来的这个不同的状态 没错 哦 后直后勾 楚汉体能下来了 体能是出现问题了 而这会儿呢 对于楚汉来说呢 我觉得是一个心态 还有一个体能 这是要扛下来 又要过的两大关 哦 哈维尔又一后手 后手前手 哦 刚才一个赛道 前手 上钩 两个 三个 哦 哦 楚汉没达到 我刚才这一这一组进攻哈维尔打的这个 非常的有效 正像我们前面预判的一样 哈维尔更适应这种自由搏击 类台 楚汉刚转型啊 我们看第三回合明显体能掉的非常快 呃 继续 哦 踢环了一个 联系了 重新投入立比赛单招 楚汉选择了用腿法狙击就证明了 他在信息上有所动摇 对 哦 然后连续哈维尔牵手刺拳接后勾 后手拳 这回呢 楚汉还了一个 哦 哈维尔的这个整个的进攻掌握的非常的好 漂亮 楚汉平衡没有了 是 这个时候还不能召集 丁细 那第三回合应该是哈维尔拿下了 是 非常敏前 嗯 第一回合应该是楚汉好一点 我们的彼此慢放 我们看多次的这个连续打击都不够准了 对 就是整个的势头有 但是精准度 还是有待提高 这是楚汉的一个正灯 刚才的回击啊 你看连续的签字 连续的签字非常的准 是 这个一下把对方的这个防守节奏都打了 对 最初在赛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走来 1号裁判 28比29 2号裁判 3号裁判 28比29 比赛结果 蓝 放射 有请著名国际推荣人 年华舞蹈总经理赵岩先生 有请中国话关音第一人刘藏元女士 为获胜帮分奖 感谢班长嘉宾 来一次工作 稍后登场的是 69公斤级 谢雷对 古若帕 武林峰 精彩继续 接下来为您呈现一场69公斤级的明星超级战 蓝方选手今年22岁身高1米75 S1次中量级的世界冠军 战绩42胜22负 掌声有请来自泰国的布若帕 新闻 红方选手 武林风中国勇士当中 毫无争议的佼佼者 就是在一场又一场的历练当中 扛起了中国勇士的大气 那今天呢 中国勇士再一次批刮上阵 我们掌声有请 战警谢雷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几位 这日际力我感染 长矮大 R.Y.Q. 杰梅 场上裁判牛曹旺 比赛现在开始 好各位观众朋友 我们现在为您呈现的 这是一场69公斤级的超级战 中国选手谢雷 对着来自泰国的布鲁帕 那这场比赛谢雷呢 应该是正处于畅生趋势啊 最近的这个状态很好 目前队论是属于七连设 那么 最近的这个表现的全迷大呼啊 希望能让这个山崎恍秀 或者野如正名来去打谢雷 本次呢是派上了S1的冠军啊 普若帕 他也是中量级的这个世界冠军 S1呢是这个泰拳 现代这个搏击化的一个标杆 比较多的这种三回合制的泰拳比赛 而且有这种不开肘的 甚至这个在判分规则上 跟自由国际已经统一了 嗯 是 呃 传统泰拳是五回合啊 这个可以可以使用肘部的进攻 对对对 现在呢 这个融合之后啊 这个慢慢的也适应了整个这个国际的主流节奏 这普若帕一上来 我们看他这个下肢很稳啊 写了两次勾踢都没有勾倒 对 在我们的比赛规则里是只允许用一次发力的技术的 所以裁判警告了他 扫踢换拳 泰拳是一个这个七腿三拳七分腿的这样的一个一个武术 他们对下肢的这个进攻技术是比较喜欢和擅长的 但是面对中国选手呢 中国选手选择了用这个快速冲入以后的快拳啊 嗯 去破对方的严手 这样的话呢 不给你发挥的机会和空间 是 不过现在随着这个自由搏击国际化 泰拳也国际化了 其实很多泰拳选手都专门去兼修拳击的 我看不如他在这个尝尝那个表情 对 这个脸上的表情很有戏啊 感觉放松 就是太醉拳 醉泰拳 天天有套套 好比浪涛 刚刚是第一位扫卡 左右的摆拳 两个人还一个 这个泰拳选手不好打 中端控一下 而且从这个长相来看 这个不怕 有点像赵东来举掌 对 我这个已经断向半天了 对 就是不太像纯粹的这种泰拳 是 底扫 谢雷的几次接腿想去摔 都没有成功 漂亮 在做拳法反击的同时做左侧的摇闪 现场有这个谢雷的迷妹啊 是 声音很大 对 支持着谢雷 前后手 这是勒到了一拳 两个人 连续的这个进攻非常好看了 而且在进攻中有这个连拉带打着这个谢雷 这个是规则失败的 这是谢雷在对方倒地以后 对 补腿了 这个 是我们 直接压点 谢雷也表示了歉意 但是呢 我们就知道 这一能打起来之后啊 他有一个 有时候有一个应激性的反应 不过要按 这个以往的武林风规则来看 这个已经 算是比较中肯的这个判定 那刚才这连续的这个 双棒进攻都充满了激情啊 这个非常好看 是 这个低扫 直接把直升腿往外摆出了 有一寸多 是 现在呢 不是怕的防守呢 这个非常稳 谢雷呢 也不太敢轻易的出 借助这个绳圈的力量 把这个卸掉这个技巧 聪明 谢雷刚才一个前手 踩到对方下巴上了 右翼拳 你这个整个普通派的这个表情 就是 我有点 不太在乎你的这个 是 进攻我 但事实是不是这样的 反正 甭管怎么样 看起来只是若无其事的表情 这个总看起来就不太好 我们是一个 现代竞技武术啊 是一个以科学为基础的一个 这个观赏 观赏类的体育 哇 漂亮 我谢雷是 摆拳直拳 对方是直拳直拳 是 写雷脸上出现了久违的这种 棋风对手的微笑 嗯 双手孤颈是不允许的 我们看普通派脑袋上 打出了一个包 这是刚才那脚 刚才那一下 这个部位的皮肤比较薄啊 是 这个受到重击之后呢 往往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好 你看 甲敦和阳弓 哦 一个扫踢 谢雷想做 帅帅没成功 又一腿又踢到了 这场比赛 谢雷需要有更好的表现 因为已经被压了一点 是 所以刚才那一下呢 应该是 也是 第二回合结束 应该说第二回合呢 打得很精彩 尤其是双方的 刚才的这个快速的这个 但是谢雷呢 这局被压了一点 被压了一点 这局是妥妥输 这个怎么解释的算是激情犯规 这个的确是不应该出现 对 这个规则还是很危险 是 好 又一回合开始了 这是第三回合的比赛 其实这一回合肯定是要抢功了 是 因为上一回合被压了一点 所以这回合必须要把这个找回来 这很奇怪啊 感觉普洛帕的出拳并不多 但是跟谢雷的换拳数差不多 对 嗯 谢雷出拳是比较多的 不过打到普洛帕的时候 普洛帕都会予以反击 而且能打到 哦 打斧 谢雷把对方顶开 哦 对方顶西 漂亮 进入近距离的时候 我们看双手孤颈 不允许 漂亮 我看每次都是 对 互换拳 双方的互换拳呀 这个放弃防守 这个进攻非常精彩 上钩 谢雷在这一回合 采取了比较合适的战术 两次警告 泰方的教练团队是要求普洛帕多出腿啊 普洛帕是这个后手的斜下摆 和左手的斜上钩 这个对腰斧的负担很大 是 普洛帕的拳法不错 其实还真是不错 他的教练团队虽然一直要求他这个出腿 但是他这个一直 坚持着在跟那个谢雷打拳 这是有时候 运动员的一种 这个对攻精神 是 就要在这方面跟你对抗 有的时候呢 这个成功需要一些执拗啊 呃 如果说呢 能坚持就成功了 这叫执着啊 哦 哦 开始了吧 那看来这一拳谢雷刚才那个对攻 有效果 有一下有 影西 这场比赛虽然看起来动作不是非常的多 嗯 但是每一次的进攻都还挺有关系的 很实 嗯 这干货比较多是 没有那么多花架 没废动作 对 可怕的这个上身的摇臂也不可 漂亮 丁细 哦 哦 双方的尤其是我们看谢雷这会儿体能消耗也比较大 最后十秒钟 哇 左右反归 真是 这人也是头一回看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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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哦 比双方来说这个比赛打的也都很坚固 有四五局 是 谢雷这个经验也没问题 哦 polom 啊 好 怎样 哦 到 好 好 そして 然后 好 哦 吴 好 好 我赶是 好 哎 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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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绳脚的位置 这下闪得非常的漂亮 打斧 分开两个选手重新投入比赛 后手 文化的这个拳看起来不好看 不过效果还是不错 很实用 觉得他这个拳好像出拳的时候有点木讷 像是这个杨过的这个重剑 重剑无风 但是呢这个打击效果非常好 这个跳戏漂亮 这个普通话很擅长利用这个绳圈的弹力啊 对 卸一些力甚至往后躲扩大一下自己的这个战机战争的范围 看来也是一个习惯 很多泰决手都是这样 嗯 在绳圈上跟你打 裁判警告了 不可以双手孤颈 嗯 正当再正当 这普通话的这个拳不出就不出出了就是中击是 而且命中力很高 而且其实在自己这个腿很有优势的情况下的这个坚持跟谢雷啊在这个打拳 哎 这是一个这个义气之战 是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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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鸡 这几拳都没打到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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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蕾 哦重力拳 写蕾现在是不太习惯啊 因为对方要么就退的很远 要么就把你拉在身边 对 这距离呢这个有点这个让人难受 是 刚找到距离又换位置了 刚找到又换了 嗯 这不是怕的这个前后手啊 嗯 上钩 哦这个不好怕啊 谢雷后手后手两个 连续有 顶歇 顶歇 哦这会儿不是怕这个体能啊 不好怕 嗯 不好怕 两位都对自己的表现 觉得很白 哎 交给裁判 对 解除这个答案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 加赛局 一号裁判 十 比九 二号 十 十 比九 三号裁判 十 比九 比赛结果 红 放射 游戏副林中创始人 中国经济务部唱导者 吴希先生 克里斯总裁 龙田中先生 欢迎货胜方分奖 我们祝贺先来 好 好 漂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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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MC泰拳世界排名第一 Glory 2016年世界冠军 他是举世公认的巅峰王者 他是无可争议的世界第一 一种王者挑战赛 西提菜大战哈桑拓一 7月1日 河南电视台8号演播厅 现场直播 咨询热线037160621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